好 大家先请合掌 我今见魂得受词 我今见魂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就在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我们这个书 非常的大本 非常的厚 里面的内容 非常的坚涩 就是我们的挑战来了 这个我看一下 三十七月 好 完全不一样 好 有的人拿到这本书 这么大本 手就没有力了 再看到里面的内容 心也没有力了 这个杂阿寒 但是其实阿寒经跟绿典 早期的 其实蛮有意思的 而且是佛法的根本教典 那一顺导师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立足于 阿寒经这个根本教典 立足于根本佛教的存仆 弘扬中期佛教的行俭 摄取后期佛教之递当者 树足于 复典佛教 唱佛奔淮 就是我们要了解佛法的核心 其实还要从阿寒经开始 阿寒经是阿寒 主要是杂阿寒 那这个我们要先重看这个序 那导师 这个是依导师的绘编 杂阿寒经绘编 那这个绘编里面有提到 他是怎么编这一本书的 那为什么要编这一本书 那怎么编 那这个我们要先理解 那写了 这个知道了之后 我们大概知道阿寒经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再来读这个杂阿寒 那杂阿寒 杂阿寒它主要只有 主要只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讲无我的 那这个又分做三部分 就是五运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四地我 只要讲这个 或是六戒 缘起四地六戒 五运无我 叫做五运送 六处无我 就是六路送 那缘起四地六戒 这个是杂阿寒 那这是一部分 主要在讲无我 真理是什么 第二个在讲这个三七道品 怎么证得这个真理 要具足哪些条件 要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才有办法证得这个真理 那么其实主要就是两部分 所以常常在说佛法就两部分 一个告诉你真理是什么 第二个告诉你怎么证得这个真理 那告诉你真理是什么 是因为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真理 你就没有不可能得解脱 不能得解脱 你就没有办法脱离生死 就没有办法真正离苦 所以主要在讲这个 好 那现在先来看 先放开课本 三十七页 我们先来看这个序 那前面都是 它的一个目录 目录还蛮多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三十七页 先讲这个序 那序都是写在前面的 那么早期 早期一本书里面 大概有所谓的序跟拔 序是写在前面 拔是写在后面 不过现在大部分都只有序 那序就是交代 里面的主要内容 以及这本书的因缘来处 好 那现在来看这个序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说《杂阿寒经》 那 南传的叫做相应阿寒 或是相应布 是佛教界早期结极的圣典 代表了世尊在世时期的佛法时代 好 那么单单这一点我们就要先 交代一下 理解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法是从佛成佛之后 杜吾比丘一直到杜虚拔陀螺 这中间为主 佛在世时 佛法 它是死从 这个陆远院杜吾比丘 在陆远院杜吾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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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巴陀螺 那这中间 这中间就是 从陆远院 那么如果我们在 这个是流传的佛法 如果我们要找 最早的佛法 那么在陆远院之前 就是佛在菩提树下 所证悟的内容 那么 从中出教 再往前 从陆远院杜吾比丘 那么 但是成佛再更早 就是 再往前 就成佛 我在菩提树下 菩提树下证悟开始 那个时候就有佛法 但是世间还没有流传 就是我们叫佛教 菩提树下 菩提树下证悟开始 就是加也成 那个时候开始有佛法 但是佛法指在佛陀的心里面 那么菩提树下证悟开始 正觉就是成正觉 那个时候才叫成佛 开始有佛法 可是那个时候有佛法 可是世间还没有佛教 还没有佛法 那后来去度佛比丘 这个叫做从中出教 所以这里从中出教 就是他从正出教 从正悟 然后把他的正悟的道理 开始说给佛比丘听 然后慢慢讲慢慢讲 这中间过了四十五年 从这里 可以说从这里到这里 那这个也一样 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讲说法四十五年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所流传的佛教 但是来源当然来自于普吉树下的证悟 那之后佛灭后 这个是佛在世的时候 佛在世 佛在世就是世间有佛开始 当然从普吉树下开始 然后到那路涅槃为止 那路涅槃没有了 世间没有佛了 那么佛灭后 好 那我们来讲这个 他说这个阿含间 是解极 是早期解极的圣调 那么佛灭后 大概应该是三个月还是多久 那么大家设开始解极 集合了五百比丘 主要是阿纳跟幽玻璃 大家设 带领阿纳跟幽玻璃 幽玻璃是磁律第一 磁律第一跟磁界第一不一样 磁律就是他懂得一切的开真词吧 幽玻璃 这阿纳 首先解极绿典 先解极绿典 然后再解极经典 一开始只是这样 一开始还没有论 不过南传就说一开始也有论 经绿 绿就是八十颂律 幽玻璃解极的就是八十颂律 现在已经没有了 阿纳解极的就是杂阿涵 就是阿涵经 它就叫杂阿涵 叫做相应阿涵 我们叫做杂阿涵 那是不是佛灭后才开始解极经典呢 不是 佛在世的时候 从这里 大概在中间这里 已经有解极了 解极什么 我们上次有讲法聚经 这个是民间的解极 已经把佛说的话 边前一句一句的话 像民谣这样 大家背诵 那开始已经解极法聚经 那么这个法聚经 在佛在世的时候 就开始有解极了 从佛的说法 把佛的说法 用简单的寄送 这样背 然后让大家这样背 互相流传 所以已经佛在世的时候 已经有法聚经 那么佛灭后解极 杂阿涵 跟律典八十颂律 那么我们要先理解一个东西就是 佛在世讲了这么多佛法 所以假设 假设我们看这个阿涵经里面有一万多经 那假设 假设佛讲了四十五年 那么对那么多人讲 那么先不讲律 先讲这个经 那么阿涵 阿涵有没有可能 把佛陀说过的法 全部都知道 我告诉你没有 那么一般我们说 佛法如大海流入阿涵心 其实阿涵并没有记得所有的法 但是多数的法记得 为什么 阿涵做使者是在佛 佛 佛 佛二十九岁 我们先理解一下 就 释迦牟尼佛 二十九岁出家 二十九出家 六年修戒跟定 先修定 先修定 后来去修戒六年苦行 先去 定 先去这个辟舍里 跟这个 踏佛罗摩罗摩罗摩罗子学 然后就去王舍城 跟阿罗罗加兰学 那么修定 得无所有处定 就修定 不能解脱 不能解脱 又去六年苦行 在正决山 修六年的苦行 那七十总共加起来就是六年 修苦行 那么这个是修瑜伽 踏佛罗摩罗子跟阿罗罗加兰 三十五岁成佛 后来他自己到 加野城 普及树下 三十五岁成佛 那么开始 渡 那么大概在第四年 舍利佛穆建年就出家了 第六年回乡省去阿纳 第六年 第六年就十一岁 三十五加六四十一 我们就这样算 那么第六年回乡省清 回去看他爸爸 他爸爸生病 那么阿难 阿难提伯达多 很多王子就出家了 就阿难出家 阿难出家并没有做侍者 最早期的侍者 就是换了很多人 换到没办法 那么一直到佛八十五岁 我们先看佛是八十岁了 八十岁入涅盘 在居士那入涅盘 佛八十岁入涅盘 入涅盘那一年阿难自己说 他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 他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 做佛的侍者二十五年 所以他是佛六十五岁的时候 才做侍者 阿难做侍者 所以前面有二十五年 如果从二十九岁到六十五岁 有二十五年 阿难是不在佛身边的 但是不在佛身边 也不是佛说的他都不知道 因为佛为比丘所法 他没有做侍者而已 他也有可能听到 也有可能听到 但也不是做一次 因为佛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出去 或是有时候佛 那么讲法的时候 阿难并不在身边 因为佛去应供 阿难也不一定跟在身边 所以阿难是佛二十五年 那么这二十五年 几乎都在身边 但也不是每天在身边 因为阿难做佛的侍者的时候 就提出条件 佛如果去应供 他不跟 那所以 那另外佛去道立天为母亲所法 也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你在阿难经看到 有时候佛是自己一个人的 那么 但是为那些比丘所法 阿难不一定在身边 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前面 因为经典里面有讲 这个阿难 阿难这个 听说跟佛要求 我以前没有听过 你都要讲一遍给我听 事实上不可能 因为你想就知道 佛哪有可能 这二十年里面 跟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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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个一个讲给他听 但是他可能会把一些 讲给他听 但是不太可能 就是 我一开始 什么什么时候 他可能是讲简单的 他哪有可能 那么详细都讲给他听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阿难 真正在佛身边的 但是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结集不只是阿难 只是阿难记得比较多 但不是只有阿难 还有其他的五百比丘 佛没有大家是结集 阿难是主要的 但不是唯一的 所以他有五百比丘 五百如果扩掉这三个 那我们讲四百就是七个 五百一般都是大略 因为经典里面 只要讲五百 都是多数的意思 他不一定是整整五百 但也有可能是整整五百 但我们不知道 确实是怎么样 但是 经文里面只要讲到五百 通常都不是真的五百 你读那个法剧经 披育经就会知道 多么讲五百 然后这个五百阿罗案 包括大比菩萨也是这样讲 其实不是真的五百 那我们就算五百好了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先理解 佛在世的时候已经有结集 但那不是所谓的官方的 这是民间的结集 民间的结集 民间自己的结集 那这个佛面 我们现在说就是官方的 就是生团的结集 那又不一样 那这个结集 我们先理解就是说 第一个 第一个 结集不可能是佛说过的法 全部在里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假设 这四十五年里面 佛说法有两万 假设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讲 不要讲一天讲一次 有时候一天讲两次 有时候两天讲一次 有时候一个礼拜再讲一次 不一定 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们就给他讲 三百六十五天讲 讲三百次好了 一年三百次好了 一年三百次 一年三百次 十年三千次 四十四十五年 就一万多次 我们讲一万五千次好了 给他讲 举例 我们也不晓得 一万五千 也不用每天讲 那我们就给他说 这个一万五千次好了 那一万五千次里面 因为假设阿含经里面解几的 应该也不到 我们就给他讲 七千次 应该解几到 解几不到三分之一 就是佛所说的法里面 我们就给他讲 大概五千 我们只是举例 真正也不知道多少 但肯定不是全部 应该也不到一半 应该也不到一半 假设我们勉强给他讲一半好了 或是多一点好了 也不要太少 就是一万次好了 一万经 像这个杂阿含经 因为 杂阿含经为什么那么多 是因为同一本经里面 同一本经里面 同一本经里面 有五种看法 就是大家记得不一样 我记得佛是这样讲 我记得佛是这样 那么同案并成 所以一经 有可能就扩展成五经 其实是这样 所以后来就变得很多 那好像从我到尾 有一万多经 我们看有多少经 看一下 五十三 他后面那个数字 就是他的经号 一四八三一五七六 好像有一万多经 一千多几经 一三四一二 一万三千四百一十二经 将近一万五千经 那其实他是一经里面 他有好几个笔 就记忆不一样 一经就变成五经 六经 三经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 其实没有那么多 我们就给他捡到 算 也可能也不到一万 可能就是 我们就给他讲一万经 那所以 还有很多经 其实是 没有列进去的 那这里的杂阿寒经 并不都是早期 解几的不是 他是 经过导师汇编的 汇编的就是 因为他是这样 等一下我们会讲 他是有四阿寒 可是最早只有杂阿寒 没有四阿寒 那么最早也许 比如说他解几了 解几了一万经 那么一万经之后 那么后来慢慢 又有人传出来 我听佛这样讲 我听佛这样讲 慢慢又加进去 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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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一万五千经 一万五千经 太多了 就把它开始分 分裂 分成 就是 这个是对谁说的 是对谁说的 五蕴放在一起 什么放在一起 是这样子的 那哪有可能 佛陀从第一经 到第一万经 都是讲杂阿 都是讲五蕴的 不可能嘛 所以他是最不同的讲的 然后放进去之后 又把它拆开 这个变成杂阿寒 这个变成中阿寒 这个变成长阿寒 就这样 多来 三来 减去 三来 减去 就变成四部阿寒 那原来他是 都放在这里 然后太多了 太多了就把它拆 然后 他又增加 又增加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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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断增加 因为佛没有开始 有人会讲 佛这样跟我说过 佛这样跟我说过 就开始又加 开始加 那已经是超越 大家是阶级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 第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杂阿寒 并不是当时大家设 结极的版本 现在不是 现在看到的杂阿寒 是部派流传的版本 那每一个部派流传的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看到的绿 不是八十种绿 五分绿 四分绿 不太一样 第二个 大家设所结极的 就是包括阿难 这所结极的 不是佛说的全部 它只是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结极的人数 就只有五百个人 这五百个人 这五百个人 只限定 三明六通的阿罗汉 可以参加结极 其他 还有比丘尼呢 三明六通也有比丘尼呢 比丘尼没有参加 那有时候佛去跟比丘尼说 比丘尼也不一定在啊 那比丘尼都没有参加 那还有会解脱的阿罗汉呢 会解脱的阿罗汉也没有参加 那佛入灭 佛入灭后 佛在入灭前 很多阿罗汉听到佛入灭 都一一入灭了 他们所知道的很多 也没有加进来 那还有出国二国三国的呢 就是会解脱 第一个 只要是比丘尼 通通没有参加结极 不管你是不是阿罗汉 都没有 就算你三明六通的阿罗汉 也没有参加结极 第二个 第二个 因为要关在那个洞里面三个月 那也不方便 然后第二个 如果你不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 你是会解脱阿罗汉 没有神通的 也没有参加结极 第三个 佛在入灭以前 已经有很多阿罗汉都跟着入灭了 所以 即使 第一个他没有参加结极 即使没有入灭的 那么 那么有 就是 佛在入灭以前 就 他都已经入灭了 所以他不可能参加结极 那么 有一些阿罗汉 即使没有入灭 他也没有出来参加结极 那也不会有后面再传出来 因为后面也会传出来 佛曾经这样跟我说 后来又收进去 收进去 其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先一个观念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谓阿罕经 只是佛当时说法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部分 因为都是五百阿罗汉 尤其是大家设为主 所以可以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 是主要的部分 这一部分是主要 跟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我们可以这样讲 但不是全部 肯定不是全部 因为你想就知道了 所以 所以这个 还有一部分 就是 对比丘你的 他里面也有 里面也有 但是那个是有比丘在场 他送出来 或是后来加进去的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多 那么有对在家居士讲的 甚至有 有跟朱天相应 朱天讲的 对国王讲的也有 但这个部分比较少 刚好那个比丘在场 然后知道 然后就 就讲出来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一定 就可能是没有 那所以 所以佛的法 其实不止这一些 不止这一些 那 这个是所谓 结极的情况 第一个是 佛在世就有结极了 民间版的 这个叫做法聚禁 佛灭后有官方版的 就是僧团版的 这个是 阿含经 特别是杂阿含 那这些所解极的 那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因为参加解极的人 只限定比丘 大阿罗汉 三明六通口大阿罗汉 其他在家的 比丘女的 出国二国三国的 会解脱阿罗汉的 都没有参加 还有 已经入涅槃的 当然不能参加 那佛在世 很多大阿罗汉 都入涅槃 最有名的 就是舍利佛目见人 佛在世之前 就入涅槃了 连虚拔陀罗 连虚拔陀罗 都先入涅槃 当然佛为虚拔陀罗讲的 当时有很多比丘 阿那一定听得到 尤其二十五年 六十五岁以后 阿那是大部分知道的 大部分也不是全部 也不是全部 也不是全部 那所以这些就造成 那么 杂含经它是主要 更重要的部分 但不是全部 好 那么这个我们先要知道 解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好 所以他说 这个是早期解脊的圣典 代表了世尊在世的时候 佛法的时态 确实 那你如果看绿典 绿典里面有一些引用的 好像经典也没有 所以它有不同的情况 那绿典主要都是在僧团里面讲的 绿主要都是在僧团里面 经就不一定 经不一定在僧团里面讲 好 那 时态就是真实状态 就是佛法当时的真实状态 佛怎样怎样 好 他说佛法是简要的 平实中正的 以修行为主 那么这个很重要 那因为我们后来的佛法 非常的繁琐 没有那么简单 包括佛法的核心 缘起 都越来越繁琐 解脱的关键 无我 也越来越不简单 可是如果我们看阿韩基会发现 佛法原来没讲的那么复杂 没有讲的那么复杂 所以以我们学习佛法的经验 就是 不学又不行 学又学不会 学会了又用不到 就会有这种情况 就觉得 老虎吃天无从下手 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不学又觉得不长进 那么学了也不知道怎么精进 就是有这种情况 那这个是因为后来的佛法 流于所谓的明相 慢慢慢慢变得很繁琐 佛法原来没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 你要看到这个阿韩基里面讲的无我 早期无印相印的 再看到中论讲的无我 你就会觉得 哇 中论讲的 已经 就有人就会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那是因为 中论是在佛灭后 大概初期大圣 后灭一点点 那个时代要面对的观念 比较复杂 那所以我们现在先讲 导师这里也提到很重要的 一个佛法是简要的 就是没有那么复杂 那么切众信要的 就是直接讲重点 它不会绕了很多 那即使以辟语也不会讲那么多 那这个跟大圣经典的风格 跟论师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论师就重在分别明相 大圣经典重在方便 绕了很久才告诉 这个是这样子 那佛法简要 第二个平时中论 就是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装饰 而且讲的都是重点 就简要 简单重要 讲的都是重点 切众心要 而且它叙述很平时 那中论就是它中道 真实 那所以 而且很重要的 它是以修行为主的 它不是增长你的知识 不是你读了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学习经典 不是说我读过 很多人都是在乎 我学过大制度论 我学过于且师弟论 我学过 我知道为师 我知道中观 可是你不会修行 可是你不会修行 就我们说过 佛法明相懂得很多 佛法道理很能讲 但是没有办法 你不知道怎么修 无从下手 下手处不知道在哪里 读了 那 只是 第一个 我知道我读过了 会 好像会 好像不会 修 有读 我也是这样修 没有读 我还是这样修 就是说 你读了这一部经 到底对你的修行 有什么帮助 起什么反应 就是说 你读了这一部经 你是在观念上 解开疑惑 或是在修行的次第上明白 或是你确认 那 从哪几个看得出来 从你的烦恼 越来越少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佛法不单单是 它不在意让我们 因为现在的人 很多学习佛法 好像戴念珠一样 戴的是沉香的 琥珀的 密纳的 第一个 自己装眼 第二个 给别人看 那么 但是佛法其实不是这样 佛法重点都是 以修行为主 佛讲的很多东西 重点都是在 告诉你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次第 我们说过一部经 都是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功德 一定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 它告诉你怎么修 为什么要这么修 所以它没有很多 反词 就是没有很多 比较繁荣的罪词 没有那么多名相 那因为这个是翻译的问题 所以翻译过来 没有的概念过来就变成 我们所谓的名相 那就必须要解释 像中国从来没有什么武运的概念 没有啊 中国从古以来就没有武运的概念 那印度有这种概念 所以武运就要解释 武运是什么 色受想行事 那色是什么 那么佛陀在 即使印度有这种概念 佛陀还是有解释 但是 这种解释在印度很正常 那到我们这边来 就变成有一点点 好像隔靴烧痒这样 就不是那么明白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后来才 佛法到中国来 首先就有学派 专门解释 解释这个应该讲什么 这个应该讲什么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是这样 但是佛法 你看他这里讲 第一个简要 第一个平时中正 就是他没有那么繁长 也没有那么多玄奥之意 其实没有 佛法是很深奥 但不是我们那一种 形而上哲学式的深奥 玄之又玄的 不是的 我们叫做谈玄说庙 佛法不在这里 没有那种花俏 所以他是平时中正 以修行为主 那以修行为主的到了 佛灭后 开始就产生变化了 就是大家 以拥有这种知识体系 传承一套一套的知识体系 那到了中国唐朝也是这样 为世的 天台的 华眼的 那么中观中观的 那么开始 以传承 以传承他们祖师的那一派 为药物 而不是要修行的 就是我是这一中派的 我要传承这个中派 像我们现在 不过现在也没有了 现在什么 我看很多老和尚在往生都会写 天台中第几代 禅宗 朝洞中 第几代 灵祭中 第几代 他这一辈子都不知道 都没有修过朝洞中的禅法 灵祭中的禅法 天台中的禅法 没有修过华眼中的禅法 他是以祭神 他是第几代的子孙为荣 那这个就不是以修行为主了 他虽然写的是天台中的子孙 华眼中的第几代 可是他没有传承这个法 他传承的是那个什么 是那个名而已 那个没有用 那死了几百次了 等一下天台中 等一下华眼中 等一下什么钟 那个都没有用 那么你如果是真的传承 那还另外一回事 也没有传承 那现在就是很多所谓的接法 接这个法 接这个法 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法是什么 他就是接那个名而已 那么现在很多这样的就是说 他已经就是把这一种佛法 变成是一种世袭 就是说你在佛法中得到荣耀 而你那个荣耀就是 我们叫做名文立养而已 就是说你并不是依这个佛法来修行 实际上没有 那这个其实就 后来佛法就慢慢走入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境界 就是开始走到这样一种层次 所以他就不中食指 不再那么平实中正 也不是以修行为主 那么这个是佛法比较可惜的 那像罗乃道的密教 有更多花招 那么一大堆非常的多 讲的是无比的灵验 那通常就不那么平实中正 就是都是这个讲的一个比一个厉害 一个咒比一个咒厉害 一部经比一部功德大 那一个法门比一个法门殊胜 都讲这个 那讲到最后 这个旗子一插风一吹 大家都解脱 哪有那么厉害 那么后来就是他已经 讲灵感 讲感应 讲中那个花鞘 反正就讲这个 已经不那么平实中正 那也不是为了修行的 不是的 所以一世间 他说 但是佛法其实是这样的 简要的 平实的 那么修行为主的 一世间而觉悟世间 就在这个世间觉悟这个世间 那现在因为 有一些人 在这个世间是不能觉悟的 我先要离开这个世间 我才能够觉悟 尤其是净土中念佛的 都是这种看法 在这个世间是不可能觉悟的 我一心一意 就是离开这个世间 我才有办法修觉悟之道 佛法不是这样的 就在这个世间觉悟这个世间 那么最早的净土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庄严净土 净土有两种 一个叫庄严净土 一个叫求生净土 庄严净土又有两种 在这个绘土 庄严让它变清净 这个叫人间净土 一个是另外盖一个庄严的净土 让大家往生到那个净土 那么就是以那个净土 那个净土后来就变成求生净土 就是你在这个世间是没有意义的 你只有离开这个世间 到那个净土修行才有意义 这个跟佛法不一样 释迦佛讲的佛法是 你就在这个世间觉悟这个世间 你就是以凡夫生 那么超凡路生 它告诉你的 杂眼镜告诉你的 都是这些修行方法 它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不可及 就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是做不到的 没有这种事 它讲的都是你做得到的 你可以做的 它不会讲你做不到的事 它也不会讲你不知道的事 就是你怎么想都想不来的事 不会 你透过 你透过学习 透过不断的学习 那么你是可以的 那都讲这个东西 所以是以世间而觉悟世间 实现出世的理想涅槃 所以这个六祖也知道了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其实真的就是佛法主要的道理 尤其在《阿安经》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佛法的核心都是人 不是其他的动物 轨道 因为我们后来 我们后来把大部分的重心放在轨道 那么放在天道 就是佛法后来 佛法是以人为主 以人为主 以人为本 佛法是以人为本 为根本 但是后来慢慢 生向什么 最早是以鬼为主 就变成法会超度 不重在人 活着时候怎么修 重在死怎么跟他超度 那么 后来又以天为主 怎么样跟天相应 那么让天赐福 就变成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 太虚大师才会讲人间佛教 就是他重在死后的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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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是天人的士福 就由祈祷 基本上是祈祷 那祈祷也许念经 念明 不管是你那是佛菩萨 基本上还是这样 天人的 就是 就是 也可以讲是佛菩萨的恩赐 但是 重点都是在这些天神 或是 或是 我们可以把它升级到 就是佛菩萨 的恩赐 那有些是以天 要到哪里哪里 那么其实不是 就是 就是你以人 你怎么修行 人是以修行为本的 他绝对不是在祈祷中修行 在祈祷中修行 也不是在死后 做种种的超度 法会 不是在这些 那后来因为慢慢慢慢 佛法就变成是这样子 那大家第一个 不把重心放在这一身 不把重心放在自己 不把重心放在这个时候 就放在死后 放在未来 把重心放在未来 往生之后 那不把重心放在这个地方 而是放在他方 他方国土 不把重心放在自己 而放在其他的人 所以 甚至是天跟鬼 所以才会讲什么 此时此地此人 其实这个是阿含经的 他也不是太虚大师 自己想出来的 也不是应顺导师自己想出来的 就是依阿含经的 那你可以看到阿含经 以人为本 而且就是此时此地的人 就是你 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自己修行 你自己修 你绝对不是说 那么 那么谁修了修了给我 那么我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把他的功德给我 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把他修行的功德给我 很多很多念佛的人 弘仰念佛净土法门的人 有时候会这么说 就是 这个你好好念佛 阿弥陀佛多节修行 就可以给你 你接受阿弥陀佛的功德就好了 你不用修 你念阿弥陀佛 跟佛相应 佛就把他的功德给你 不是的 什么叫跟佛相应 你的心跟佛的心一样 你的行为跟佛的行为一样 那个就是你自己修的 所以 他说 在世间 觉悟世间 那么这个世间 我们讲国土世间 就在这个国土 还有五蕴世间 依你的身心 觉悟你的身心 其实佛法你会发现到 不管是五蕴六处六界 十八界都是在讲这个身心 因为你的生死关键就是我见 我就是这个身心 那么你如果不通透齿关 你是不可能得解脱 你就算往生到净土去 你还是要怎么修 不可能说 我不用修 我去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自然会加持我 让我得解脱 很多人甚至直接讲 你去到那边就成佛了 去到那边离成佛 还很远 还很远 甚至比在娑婆世界修行 有可能更远 要看你 那如果你完全不懂 那你要去那边 就也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那边二六时钟 念佛念法念身 它是有好的环境 是没有错 但是你的观念不对的话 那么一样 那也不是那么容易 提伯达多在僧团里面出家 旁边是师父是释迦牟尼佛 弟弟是阿纳 多文第一 他的师兄弟是 大家设牟尼佛 大家设牟尼佛 阿纳律 这一些 他的环境是最好的 他都是在僧团里面 但是如果他的观念不对 他依然是不能得解脱的 那不只是提伯达多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佛陀时代很多佛弟子没有解脱 那还是有的 那当然 极乐世界强调的是 去那边不会退转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 不过 不退转这个 你如果在梭博世界 你的法很深刻的话 你也不会退转 正见真上者 就是不会退三二道 好 那么 这里讲到 在流传世间的佛教圣典 所以说我们说流传世间的佛教圣典 佛在世的时候有法聚经 佛灭后就是阿寒经 那么灭后慢慢慢慢编 编成世阿寒 那到了五百年后 大概就大圣经典就开始起来 到七八世纪就一千两百年后了 密教的经典又起来 就这样 开始有所谓的南传北传战传 开始有这些 这个我们都叫它是佛法的教典 那么大概应该在四百年五百年开始 大圣经典就开始 很多从很多的地方流出来 那么这一些大圣经典到底都怎么来的 基本上我们如果仔细看大圣经典 大圣经典里面的核心思想都是从阿寒经来的 不过因为经历过布派 布派那一种学术化的阿比达摩式的教化 他觉得离佛法太远了 所以他就比较世间语言 很多辟语 比较白话的来说 比较没有那么多名相 用了很多方便 然后但是还是一 阿寒经里面 那么故事化 然后把它加上讲故事一样 然后就是比较 比较很多白话的东西 然后来说明这个道理 那也许他有一个核心人物 或是观星菩萨 或是地藏菩萨 或是以佛为主 要师佛 阿处佛 反正就是有一个核心人物 然后来说明这个道理 把阿寒经里面的道理 也许是一部经讲 也许是综合 综合一些阿寒经的思想来讲 所以他还是不离开 大圣经典的核心 是要回归佛陀的本怀 就是要把那个真正的道理 讲给大家听 其实是这样来的 那么这个有很多是佛陀当时 对很多在家众讲 比如说徐达多章者 比如说辟舍穴 辟舍穴夫人 这个很多 那么他们也会流传出来佛讲什么 那么有一些在家人听 慢慢流传出来 就把佛说的这个道理 那么不断的不断的演化 后来就变成一部一部的经 其实大圣经典 你说他是佛亲口所说的 也不是 你说他不是佛说的 他就是佛说的 就是他的概念 他里面的一些 其实他是一个佛说的道理 慢慢慢慢就是 在讲清楚 或是用各种方式 隐喻 比喻 那么想出佛的道理出来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他说 流传世间的佛教教点 就是辟舍穴 这是教法的根源 辟舍穴是一切经的根源 一切经的根本 不过我们要知道 现在的中阿寒 常阿寒跟真一阿寒 很多是从杂阿寒分出去的 那杂阿寒有一些也是 就是后来加进去的 那因为后来越来越多 那同一类的就有些分到中阿寒 有些分到常阿寒 有些分到真一阿寒 就是原来的 所以现在的真一阿寒 常阿寒 跟中阿寒 有一些是大家设当时结集的 但是因为把它拆 拆成四本 但是主要是杂阿寒是最多 而且它是根本 但并不是说只有杂阿寒是中阿寒 常阿寒后来是编的 不是 里面有一些也是大家设当时结集的 只是因为后来太多了就 照不同的类别分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即使是中阿寒 常阿寒 也是佛说的 只是它是后来才又结集进去的 因为有一些阿罗汉或阿罗汉的弟子 他自己传承下来的 佛跟他讲了 他就会记起来 他会告诉弟子佛 当时跟我说什么说什么 那么这些没有被大家设编辑进去 后来流出来的 那么就编辑起来 那么也是佛说的 但是不是当时结集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他说 这个是教法的根源 后来的部派分布 甚至是大乘的中观跟余且的声音 所以大圣经典其实都是依阿罕经的 所有的大圣经典你都可以看到阿罕经的影子 你仔细找就可以找得到 其实都有 所以都可以从本经的发现起渊源 我们讲一个就好 比如说法华经里面的浦门品 那么浦门品 你如果读阿罕经 你会发现到 他跟佛陀在跟大家讲慈心的功德 你把它对照起来看 你就会知道 他讲那个 讲那个浦门品里面 那么落入大水水不能飘 落入大火火不能烧 这个跟佛陀在讲慈心的功德里面 你就会发现 慈心三昧 要讲慈心的功德 慈心的功德里面 它是吻合的 所以你仔细看 你会发现大圣经典 不管是布派的大圣的都不离开 都不离开根本教典 就是我们慢慢看就会知道 所以他说 应该是每一位修学佛杂主 所应该阅读探究的圣经 如果你真要了解佛法 你绝对不能不看杂阿罕 如果你不知道 没有读过杂阿罕 你说你懂佛法 那不完全懂 因为你根本教典没看过 那你看了之后 你在看其他教典 你会发现到 都跟杂阿罕有关系 这样你就知道 那么 我们现在读杂阿罕 那其实是从根本下手 好 先下课